好,我们开始啊 今天呢,我对我的这个 NetDevOps这个课做一个技术的梳理 这什么呢 就是,其实我讲几个大课啊 希望大家能够知道 首先呢,这个VIP 教主VIP 那是我的一个主要的课 那个课呢,叫做 那个课是连费制的 基本上就是说呢 每一年呢,我搞一些新技术出来 然后呢,来 每年差不多能讲个六七个 这种课程 一个多星期之后 那今年的第一门证课 F5就会上线 F5,负载均衡 那个负载均衡应用交付的Combus 那个应该是我主要讲的 那个是联费的 每年可能我就讲个五六门课 然后呢,还有一门课呢 就是这个NetDevOps 那么其实呢,以前呢 叫做Python自动化用为 以前也叫过Python强化班 这个呢 基本上是我每年都会讲个三轮左右 一轮一轮讲 然后呢,全部课也都是我讲的 好吧 叫做VIP和NetDevOps 基本上 不叫基本上 就都是我讲的 好吧 好 安全那块呢 基本上是属于 我跟李宾老师配合着讲 好吧 那么这一轮呢 应该是会讲CCNA 讲了 然后呢 这一轮应该结束的时候 差不多到五六月份了 那个时候呢 最后的那门大课 VPN 我准备重新做一个 做一个全新的这个VPN的课 好吧 当然还有一个前一堂VIP那个不是我讲的 主要是我管的 好吧 好 我来介绍一下 就是说 来介绍一下这门课 因为在我们群里面 那么今天可以更多交流 如果说你们对这个技术有什么不懂的东西 可以跟我聊聊 好吧 因为呢 其实在我们群里面的哥们基本上都是网工 大部分是网工 好吧 然后呢 大部分呢 对这个Python啊 对自动化这一块 其实不太了解 因为毕竟这也算是另外一个 不能叫做 不能叫做另外一个职业方向 不能叫做另外一个职业方向 就是说呢 至少跟传统的网工不太一样 传统网工基本上就是跟设备打交道 对吧 但是自动化这一块呢 更多的是跟代码 跟代码更多一些 跟代码会更多一些 那么 所以呢 我叫做Lad DevOps 就是网络这一块的 开发的运维 就是说呢 最经典的是DevOps 就是开发和运维 自动化运维 既是开发 既是开发程序员 也是运维 好吧 现在呢 就是在网络这一块的 那么要懂开发的 相应的运维 其实也就是说Lad DevOps 其实其实很多啊 前段时间我们讲安全的时候 我记得讲那个 AWS安全的时候 也是SEC DevOps 就是安全这一块的自动化运维 那网络这一块的运维 这一块呢 我这比较流行的名字 叫Lad DevOps 好吧 那么这个课呢 是我主要来讲的 而且这个课呢 基本上我讲了差不多四五年了 基本上讲了四五年 好吧 然后呢 我因为很多人 虽然说我讲了四五年了 但是很多人依然不知道这个课在讲什么 能够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所以呢 今天呢 我把我的课呢 给大家进行一个梳理 大概呢 能够讲些什么东西 然后呢 大概有什么效果啊 今天 应该说从今天开始 应该是昨天吧 昨天 我就在准备这个项目 然后呢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项目啊 通过这个课程 能够把我的这个课程里面的主要的知识点 重要的知识点吧 重要的知识点 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呢 然后呢 给大家展示一下效果 就说什么叫自动化运维 就有什么样的区别 写Python脚本自动化运维 跟NetDevOps有什么样的区别 那么其实我这个东西 有一部分是Python的 应该说在我举的这些案例当中 可能你可以认为 在应该也可以认为 在我的整个的课程当中 60%应该是跟Python是有关系的 基本上是用Python来实现的 然后呢 差不多有40%呢 会用一些工具 一些开源的工具 一些免费的开源的 很好用的工具 有时候呢 是这么一个关系 应该这么说 就是可能刚刚这个课程开始的时候呢 可能8%90% 我都玩Python 但是呢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综合体 就说呢 你要玩的6 你要自动化 这会玩的6 应该用各种各样的工具 工具 工具其实很好用 工业也很强 但是呢 往往有时候呢 他不能够去完美的贴合理的要求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需要Python出厂 我觉得应该 我觉得 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呢 你应该首选 解决自动化问题 应该首选一种成熟的 好用的 开源工具 或者说是一些自动化运维的一些框架 应该先考虑这个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些 有时候呢 我们也会简单过几个 好吧 然后呢 在他们都 不太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因为确实是我们的网络还是比较 比较复杂的 网络里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设备 然后呢 各种各样的场景 或者说 你们有各种各样的需求 那这个时候呢 不能满足你的这个完整的需求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你就需要用Python来做一些修复 或者说来定制 你们的一些自动化的一些需求 那这个时候呢 Python就会用到 Python用场 OK 那么所以说呢 名字改成LessDevOps 也是因为这一两年 我对这个东西的理解的一个改变 就说呢 首先自动化运维工具要讲 自动化运维的那些东西要讲 还有一个呢 就是Python也要讲 那么应该都是并重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次 这个课呢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玩自动化这一块呢 网络这一块 当然我们主要讲的是网络 但是可能更多的 应该还是要会讲云的东西 我讲云的东西 可能还会讲的更多一些 因为说实在是 现在大家应该知道 是一个云时代 很多东西呢 传统的网络东西 首先都SDN了 SD1了 然后很多的一些IT架构呢 都牵移到云上了 所以说呢 我们也会介绍一些 跟云相关的一些 自动化技术 比如说技术加口机代码 CSD这些东西 也是应该算是我的一个 受客的范围 好吧 应该这么说啊 就是 我先说一下 就是 有些人总是定位自己是一个网工 其实我可不认为是网工 好吧 如果我反而我觉得网工 你说我是网工 跟骂人也差不了太多 好吧 我认为啊 我认为应该定位什么呢 我觉得 有一个 有一个我的VIP的学员 他们在日本 他们对我们的工作 有个新的定义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 他认为大的职业方向 应该有几个呢 主要是有三个 一个就是开发 开发就开发 玩代码的 纯开发 好吧 这应该算是一个 好吧 我这个自动化运维 其实跟开发没有什么关系 开发没有关系 还有一个 还有一套呢 就是玩数据库的 数据库其实应该单拎出来 数据库是规数据库 数据库也不是开发 数据库呢 跟我们也没有太多关系 玩数据库那一块 也是应该是有一波人的 这应该是一个大的职业方向 你也知道 DBA也也挺牛 挺牛逼的 但是DBA好像也没太多人 好吧 还有一块 是一个大职业方向 叫做基础架构工程师 叫基础架构 你看他们用的是叫基础架构工程师 对基础架构工程师 基础架构工程师 就包含了我们的网络 我们的网络安全 包含了这个 Ninux 包含了系统运为 包含系统运为 好吧 至少应该包含系统 至少包含系统运为那一块 至少包含我们网络这一块 至少包含安全这一块 那么这一片加在一起 叫做基础架构工程师 OK 所以说我认为我讲的自动化的范畴 是属于那种基础架构工程师的自动化运为的范畴 不仅限于网络 好吧 不仅限于网络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要把这个思维放开一点 好吧 思维放开一点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是一个技术混合的时代 就是技术混合 你会发现你 你觉得现在你只会 你只会一些路由交换的那些基本功 那些那些那些东西能找到工作吗 我不相信现在还能找到工作 那你能找到工作 简直就有点驴耳神了 好吧 就说可能是刚刚我在工作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只学路由交换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找到路 还是能够找到工作的 现在这个时代 我觉得你只会路由交换 或者说只会网络的东西 你要找到工作 已经比较困难了 现在是一个混合的时代 我觉得技术应该包含什么呢 我觉得网络这一块应该算 就是路由交换 这些东西也算是一个网络的东西 安全这一块 比如说防火墙 IPS 跟安全的这一套东西 也应该算是 也是要学的 是吧 安全 安全这一块 还有一个就是 Ninux 容器 这一块 我觉得也肯定是要学的 Ninux 容器 比如说K8S 这一块 也应该算 也应该是属于要学的 好吧 那么我觉得至少应该把这些东西 都应该算是你的学习范畴以内 好吧 不要说只是学路由交换 路由交换有什么用呢 而且现在更 还有一点 我觉得就是 有些人说 他要学云计算 然后呢 有些人说云计算到底讲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关注过没有 去年和前年我跟马老师都做了一个叫做大化云计算的这么一个课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讲大化云计算这个课吗 因为就是很难回答云计算到底能够讲什么 因为云计算几乎就包含了所有支点 为啥呢 什么叫云计算呢 相对于云计算的一个对照面应该叫传统计算 是吧 传统计算就是说我们有物理的路由器 物理的交换机 我们有物理的服务器 然后呢我们在传统的传统的这个机房里面 然后呢来做一个计算 那么这有传统计算 是吧 什么叫云计算呢 就是把我们以前所知的所有的IT的东西 所有的IT的东西 包含路由 包含交换 包含安全 包含服务器 包含系统 包含这一切的东西 全部落到了云端 是吧 这个玩意儿 那叫云计计算 是吧 那么你觉得 你想想啊 现在云计算就应该这些东西都要讲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 云计算 而且为什么我说我 我这个自动化运 我一定要把云包含在那里呢 因为真的是 你要玩云计算 可能有些人还在说 云计算可能就是把传统东西搬到云端 就而已而已 对吧 但是其实你要知道 如果说你玩云计算 最大的一个特点 为什么你要搬到云 可能最大的云对立的优点 就是自动化 云的最大的优点 相当于传统世界 最大的优点就是自动化 OK 所以说呢 我这个课里面呢 不仅要讲一些传统的 跟自动化有关的东西 就是传统的网络设备 这一块 也会更多的涉及到云相关的东西 好吧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应该把这个思维放宽一些 因为其实现在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 并不太需要你对某一样知识 非常的深入的理解 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没有什么必要吧 没有什么必要对一个技术 要有非常深入的理解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时代确实需要对各种知识 有一个基本的理解 基本的理解 就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你要懂一点 你不要支持是瘸腿的 这个很可怕 就是技术 技术不能瘸腿 技术不能用盲区 我觉得这应该算是我 我认为最重要的 这两年我逼着我自己 不断的在做这个 进化论 可能大家不知道 大家关不关注我的进化论 最近在几年呢 一直在 做这个进化论 其实这个进化论呢 就是不断的让我在扩宽眼界 让我在知识方面并不存在什么盲区 好吧 你要说某一个方面 你要说我多深入不一定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两年我的知识的宽度应该还是足够的 因为强迫自己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环境 各种各样的技术 我基本上都是尝试过的 好吧 虽然说我有主攻方向 但是呢 我觉得在每一个方面的IT技术 基本上我都算是有尝试的 我觉得不要有盲区 这点很可怕 就像就像有些人一听到Linux就老可疼 听到数据库就觉得要崩溃 一说云计算就觉得那个跟我们很远 我觉得这种这种很可怕 其实你要说 Linux很难吗 其实我认为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云计算其实也并不难 可怕的不是这个技术难 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用的技术 给人用的技术 它就不能 它就不可能难 只要是人用的技术 它就不可能是难的 它肯定是简单的 可怕的是你没有基本概念 你拒绝去理解这个技术 我觉得这才是更可怕的 好吧 一会我们在讲的 我们一会再讲来的DevOps有什么东西啊 这样说我还是觉得就是现在的现在你每一个技术不太需要特别的深入 不需要很很专的专家好吧 我觉得你在某一个方面略微专一点就可以了 但是比如说像我应该算是还是网络这块安全这块我稍微钻一些 但是其他方面的应该都算是都懂 就是基本上我也不能说都懂啊 但反正我觉得什么东西呢 我都了解吧 你说一个这么东西 我大概都能理解 大概都能知道 我上手会比较快 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一个主要的东西 好吧 我觉得这两年我主要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不断的在进步和学习的 好吧 我简单开了个头 就是说首先我先我为什么说这些东西呢 就想就想说首先我的自动化它绝对不是网络这么简单 好吧 也绝对不是Python那么简单 首先呢 主要有Python和更多的自动化运维的工具 这是一个 然后呢 涉及到的范围呢 也绝对不是网络那么简单 包含了网络 包含了安全 包含了系统 还有跟容器有些东西 还有些公有云的东西 所以说呢 是一个综合性的 就是真的是为了一个基础架构工程师那种设计的这么一个东西 OK 就是完全是按照新时代的一种基础架构工程师而设计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课程 好吧 我想说就是说 先把我的这个课程的一个宽度介绍一下 确实是宽度要了解一下 好吧 是不仅包含我们网络这一块的 也包含安全 也包含云计算 包含一些系统的东西都应该在里面都有 好吧 然后呢 不仅有Python 然后呢 也会有这个 很多自动化运维工具 我也都会讲 好吧 好 大概呢 咱们就算开了个头 好 然后呢 我今天呢 叫技术梳理 那么大概是这样的 就会把我的那些课程当中一些 比较重要的案例 的一些东西 来给大家进行一些介绍 重要的案例 一些重要的案例 来给大家进行介绍 好吧 首先呢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大概有些什么样的东西 应该是我们这个课呢 应该是这个月18号吧 应该开始 那么上来呢 我们会有一些Python基础的东西 完全是 完全是基础课 好吧 Python的基础课 当然了这个课呢 当然就是基础 好吧 那当然了在里面呢 我会涉及到一些跟 更多的 跟网络 跟网工相应的案例 我会有很多 跟网络网工相应的案例 这是第一门课 应该是 18号吧 应该是18号开始 这一轮 好吧 就3月18号开始 OK 这是一个 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 这是基础课 那么也说明一点 要学这个课 我认为大家应该有什么样的基础呢 Python可以没有基础 你可以没有接触过语言 也没有可以没有接触过Python 但是我觉得我讲的是网络自动化 Lad DevOps 所以说呢 网络比的一种 好吧 我觉得至少应该算是一个CCNA 或者CCMP的这么一个水平 或者说叫HCIA 或者HCIP的这么一个水平 好吧 才能够比较适合听我的课 如果说你Python不懂可以 但是你网络不懂 可能不行 好吧 经常我说的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要自动化运维 首先你要知道什么叫做运维 什么叫做网络自动化运维 你首先你要了解什么叫网络运维 好吧 你可以不知道自动化 但是你知道网络运维应该怎么干 这点非常重要 注意啊 网络自动化运维 最重要的你必须要知道什么叫网络运维 就是网络不用自动化 就是你就自己能明白应该怎么样的运维设备 这点很关键自动化都是需要的 关键你要理解什么叫做网络运维 好吧 后面我们在他的技术上来增加一些自动化的东西 我给你讲各种各样的更加相应的自动化 OK 所以他应该要懂网络 然后我觉得应该懂点Linux吧 好吧 我觉得在座各位有110多个人 我想了解一下有多少人完全Linux都不懂了 一点点都不懂的 Linux 我觉得现在Linux还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人说Linux我要认证学 其实我个人不太 我不觉得需要认证学 好吧 我觉得你需要怎么说呢 就跟我觉得什么叫做 我现在对啊 我现在觉得什么叫做你对这个技术有了解呢 就是你用Windows 跟天天用Windows电脑 你用Windows你觉得有心理障碍吗 没有 你觉得我Windows玩的特别溜 安装一个软件色盖的都觉得特别溜 但是你真的是特别懂Windows吗 那你千别吹牛逼啊 Windows可不理 随便一些人你就能学得懂的 但我觉得至少你对这个系统是不恐惧的 就是说你就说虽然说就是我觉得什么叫做你基本上算懂这个技术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可能你问一个很具体的东西 那可能我也答不上来 就是说你要问一个你那个是一个具体的操作啊 我也答不上来 其实我现在有这种状态啊 你要问一个特别技术的东西 可能我也答不上来 但是这个不重要啊 首先我不慌 然后呢 我知道我有谷歌在 或者说现在有XADGPT在 对吧 那我觉得那只要有谷歌在有XADGPT在 那么我什么问题都能搞定 虽然说需要点时间 虽然说我现在记不起来 但这不重要 那么你过有你觉得有他们的协助 你就能把这个问题搞定 那我认为你就算是懂了 好吧 不要百度啊 百度没有用啊 百度百度你买你买点假药啊 买点什么 呃 保健品呢 这个我估计百度还是这样用吗 好吧 嗯 其他的就不要用百度了 好吧 我觉得你还是谷歌或者XADGPT可能会好一些 好吧 再随便啊 我觉得你什么叫做懂这个技术了 再随便啊 我我我定义的什么叫做你懂这个技术了 就是说 首先呢 说这个技术的不慌 虽然说呢 我具体的我也想不起来 但是不用担心啊 你说一个你说一个要干什么 然后呢 我自己稍微花点时间 我在谷歌或者XADGPT的这个 呃 帮助下 那么我我就能搞定 我觉得 哎 这就算是懂这个技术了 好吧 我我认为这就是这个 我觉得这就是水平 好吧 就是 呃 虽然说 我不知道现在 但是呢 你别我一点也不慌 啊 就说呢 我只要有谷歌在 然后呢 我倒死倒死给我点时间 可能呢 肯定没有那些专家那个来的这么快 你过点时间 我倒死倒死 我怎么都能搞定 好吧 我觉得这个就叫做 就叫做会了 好吧 我觉得这就叫会了 你不你不用 你不必就就是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就是 你不必像说像以前那种专家一样啊 一说个什么东西 立马能够给你开 给你弄 那完全盲敲啊 完全那个 我认为现在没有必要这么学东西啊 我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就这么学东西 我觉得你也没有必要去背任何东西 说实在的 我这个老子基本上是属于呃 什么也不背的 好吧 我这个老子基本上什么也不记忆 我这个老子基本上没有什么记忆 好吧 真的没有什么记忆 好吧 我我我基本上是这么认为呢 其实你聊任何一个东西 其实我应该都不能马上回答你 好吧 但是呢 这个这个不重要 你我有笔记 我有谷歌在 然后呢 我怎么都能给人得出来 好吧 我觉得就是不管任何一个技术 不管你跟你聊任何一个技术 好吧 我觉得你能够有这种level级别 我觉得你就流逼就可以了 好吧 我觉得现在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学习的状态 就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状态 好吧 这是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就是你不必记任何东西 什么东西都不记 我现在真的是什么都不记 好吧 你真的说实在的这些代码 这些代码 你看这些代码 这些代码 这么多代码 你说我记得住吗 不可能 这肯定记不可能 我都是贴的 都是把其他东西贴的 但是整个贴的过程中 我会把自己的一些东西 想展示给大家的东西 能够去整理 然后告诉给大家 好吧 中间的逻辑是我设计的 然后我想到的效果是我设计的 大部分代码也都是贴的 你让我手敲 我基本上不可能 好吧 然后呢 具体某 比如像你那个也是一样 就是具体的某一个很具体的东西 你别问我 我真的记不住 但是一个我点时间是肯定可以的 好吧 我觉得 这个level就非常合适 好吧 没有必要去太多去深入的去 去学习 就是把东西学得很深入 好吧 对 哎 说到网络这块也是 近期应该是在跟李伟大老师在做一个跟网络排错相应的课 应该在前一堂vip里面的 网络确实是 你不能比较不能比较网络技术 网络确实是 因为我简单给你说一下就这个问题 刚才我说过什么东西你告诉我 那么基本上我谷歌一下 然后我再老子再缓一缓 基本上能搞定网络不行 为啥呢 因为比如说你网络不同 或者说网络的抖动 那么这种问题搜谷歌是不好使的 特别的不好使 他不像他不像不像你那个是有报错 他不像拍上有报错 那么有了经典的报错 你谷歌收非常好使 对吧 但是网络就不一样了 网络这一块真的出了什么故障 那真的是没有一个金 没有一个能够拿到谷歌去搜的报错 对吧 没问题吧 就是网络出了问题 绝对没有一个网络可以搜索的报错 所以网络有时候排错 真的要一些经验 网络真的是需要一些多年的对这个东西的理解 然后排错才会比较方便 所以说也说明一点 就是说有些人认为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 比如说有些人学开发 或者说什么学什么的 他们开发这一块 应该说上手的工资确实比网工要多一些 我也承认 但是确实在网络这块 35岁算不上什么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关口 我认为 特别是老工程师 特别 特别是你真的是做过多年的网络 而且是见过一些大项目的这种老工程师 其实是非常吃香的 网络这一块 真的是网络真的是要见过见过四面的 好吧 就是网络真的是要见过四面的 有这个经历的工程师 其实是越来越吃香的 说实在的一些大型网络 真的大型网络现场排错 你不是那个见过四面的工呃 人你根本都不敢去 怎么想就这种场景 你没有那种经历 你可能都不敢去 好吧 网络确实特殊 但是呢 网络确实我我我我我我 我承认特别是网络排错这一块 确实是有一定的经验存在的 但是其实其他方面 IT的其他方面应该来说呢 我觉得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那种状态 就是其实什么东西呢 都不不需要记得特别明白 好吧 但是你都做过 你都接触过 你大概了解概念 然后呢 嗯 只要有谷歌在 基本上搜一搜差不多就搞得定 好吧 我觉得这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好吧 好 继续说啊 呃 这是我们的基础课 基础课好吧 再说一遍就是说要学这个东西的话 你要了解 网络是要一定要了解的 呃 基本的运维的东西呢 你也需要了解的 自动化可以不用了解 拍上来其实可以不用了解 好吧 好 呃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基础课 好吧 呃 还有一个呢 紧接着呢 我们可能就会讲一些跟自动化 经典自动化协议 呃 经典自动化协议 是干呃 这这东西是干嘛用的呢 就是说 呃 其实我认为自动化呢 分为两个时代 两个时代 一个时代呢 就是自动化还没有兴起之前 那我们的网络设备 我们这些设备怎么配呢 那 console配 tel配 ssh配 对吧 这是 我们传统理解的网络的一个状态 呃 我相信很多人学网络的时候 可能也是这个状态 就是你console接上去啊 呃 ssh登陆上去啊 配我们的网络设备 或者说呢 你的网络设备是 呃图区画界面的 对吧 你通过鼠标 然后呢 去点击鼠标 然后呢 去做配置的 那这也是传统的一些网络设备的配置 呃 呃传统设备呢 比如说 那可能 你要采集一些他的这些指标 比如说他的cpu啊 他内存怎么采集呢 在传统网络世界 我们采集我们的网络的设备的资源 更多的用的应该是snmp 没问题吧 我们通过snmp 来去跟网络设备沟通 呃 然后呢 去采集网络设备的 啊 cpu利用率啊 内存利用率啊 或者接口的一些速率的一些东西 对吧 snmp 然后呢 在传统世界我们可能 呃在这些网络设备或者系统里面 更多的是日誌 那么更多的可能我们需要去 他们会发 他可能会有本地日誌 他也可能会通过syslog 把日誌发出来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 用python 或者一些工具 来收集syslog 然后呢 对日誌进行分析 对吧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 传统的经典的网络世界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对吧 那么snmp呢 应该是采集指标的 呃syslog呢 应该是日誌相关的 好吧 然后呢 我也会讲一些更加底层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一个万能工具 叫skyping 他可以构建各种各样的网络包 那比如说呢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用这个工具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网络扫描 不管是pin扫描 ARP扫描 或者说呢 我们做一些ARP的毒化 那么 或者说IPv6的一些工具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skyping工具 他能很轻松的来构建 各种各样的想要的包 你想想在 你在学网络的时候 有一个很趁手的 包构建工具吗 可能平时应该很少吧 一个很趁手的包构建工具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包构建 你可以构建各种各样的包 然后呢 有时候呢 比如说 你想做一些扫描 也可以用它 然后呢 甚至呢 做一些轻量级的压力不是很大的 DOS攻击 也会用到它 有时候我什么会用skype啊 比如说有时候我做一些网络的一些测试 可能我要略微打点流量起来 略微打点流量 然后呢 适当的做一些网络扫描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skype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好吧 我应该在B站上有我一个进化论的录像 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东西 可以很轻松的构建各种各样的包 是一个非常好的构建包的工具 可以做一些扫描 可以做一些 轻量级的DOS 你流量不会很大 如果说 你了解这个skype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这是一个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Python 这是Python 主要是Python 那么通过SNMP 来采集采集数据 来来做指标的一些监控 我们可以通过Syslog 来收集日志 来做一些日子分析 OK 还有呢 我们可以去 刚才我说过 在传统世界 我们不就是Telet 或者说呢 我们就是SSH 我们登录到我们的网络设备 是吧 然后呢 对于网络设备进行枪命了 基本上就是这个套路吧 是吧 好 然后呢 如果说有些数据要传 比如说我们有些什么数据 自动自动要传 传数据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FTP 或者SFTP 来传一些数据 那比如说像我们 公司内部 那可能那个 有些是听了我吃CNA的 对吧 那过程时间呢 你们如果说有些报了我安全CCI的名的话 那么最后呢 你们 在敲安全CCI的时间台的时候 首先那些虚拟机特别多 如何批量的来去恢复虚拟机快照 然后批量的给你们 开机 然后呢 还有 帮你们去刷一些 就是 我们的安全实验台 实验设备特别多 然后呢 我们要去用Python 帮你把那些考场的预配置给你刷上去 也是用Python做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 当你把这个实验做完了 实验做完了几十台设备 二三十台设备 二三十台设备 好吧 那么 正常说实在的 以前我们交作业 就是一台一台设备 按照顺序 给它贴到一个文本文档里面 然后交作业 以前我们当时考CCI的时候 那设备不太多 可能也就十一二个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一台一台的把配置贴出来 然后按照顺序贴出来 然后交作业还不算太难 但是我觉得一般人经常犯错 经常顺序要过弄错了呀 要么就某一台某一台设备没贴 没贴上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对不对 现在这个设备更多可能二三十台设备 已经非人类正常能够完成的了 就是你要一台二三十台设备 一台一台的按照顺序贴 而且也不贴丢 什么都不忘记 这不太是一个正常人能够搞得定的事 相信我 你要么如果说你是特别认真的人 那么你也能完成 但是这个二缩台里贴下来 差不多就二三十分钟了 好吧 特别浪费大家的时间 所以我们也是用Python来自动的登到网络设备上 把你的配置 他会Python自动往你拔配置 然后自动按照顺序给你码好 然后码完之后 我们需要传到一个内部的一个服务器上面去 然后我的服务器上面看到他 我会用FTP 我记得有段时间我拿FTP传 然后后来就拿HTTP传了 反正就说你需要一个协议来传 那么基本上也是用Python来做的 用FTP传或者说用HTTP传都可以 那么就说都是自动化完成的 就是自动化 用Python帮你去恢复快照 开机 然后刷配置 然后读配置 然后传配置 这一切都是由那个系统自动化来帮你完成的 好吧 还有一个这个用的很多 SMTP 各位应该如果说你报了名的话 应该是给你开账号 应该是前段时间安全CNA的100多个人的号 你们开完之后是不是会收到一封邮件 对吧 是不是会收到一封邮件 那封邮件其实就是用Python 是Python我们的内部系统是我自己写的 然后其实就是Python通过他来发的 来发邮件 邮件我会什么地方用呢 比如说给你们开账号我会通知你 然后其实上课我会通知你 然后呢比如说你的账号有需要过期了 像VIP的过期了 那么也会通过SMT来通知你 然后前段时间那个我们公 我们就是前两天可能知道吧 前天我们公司跳链断网 我的空调跳了 然后造成空调的温度特别高 然后那个时候三个人通知我 一个是Python的SMP给我发邮件 说温度过高 我收到了 上来先来的是Python的SMP 然后紧接着我们的丁丁记忆人 我有个记忆人 丁丁记忆在丁丁我们内部员工群里边 记忆人在喊话说温度高 第三个就是这个 因为我用我还用了一个米家的这个温度监控 然后米家的APP也在也在跳 三个一起跳 我一看我考完了跳电 然后马上过来看空调空调跳了 然后机房温度差不多那个就就快40度了 好吧 就是呢 SMP是一个经典的通告 邮件通告是吧 POP3呢就是搜邮件的 搜邮件 搜邮件能够干什么呢 比如说 搜邮件 我有一个哥们是电信的 然后呢他是他是一个电信的一个领导 但是呢 他他可能他是他是那个运维部的 他希望呢周末 呃 依然他有比如说有些紧急事件 紧急事件 他希望周末的时候呢能够让一个员工 呃 然后呢远程登陆到远程登到他们内部系统来做一些配置 但是呢他又不希望 呃 他又不希望说长期开这个账号给他 因为他不安全 因为他不不符合安全规范 他不符合电信的安全规范 那怎么办呢 他可以发一个邮件 呃 邮件的格式是固定的就是给谁开账号 发个邮件到一个特定的邮箱 他会发一封邮件的特定的邮箱 然后Python会从这个邮箱里面去得到这个信息 然后Python通过这个信息知道他要开了一个账号 然后Python可以按照这个这个他收到了邮件的指示 然后呢去ISC里边去创一个账号 然后创建账号完了之后呢 会通过SMTP给那个哥们发发他的随机的产生的这个用户密码 好 这个账号呢差不多会在一个小时之后过期 一个小时之后呢Python会自动会把它创建的账号给干掉 就是可以通过邮件来实现一个离线通讯 还有一个如果各位密码过期 比如说我们内部系统有很多开开很多的账号 如果各位内部系统的账号过期的话 那么除了能够找叮叮记者 叮叮记者当时最快的啊 找记者重置密码会更方便一些 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发疯 你看经常重置密码会发邮件 但是或者发短信对吧 发短信或者发邮件 其实呢你也可以向一个特定的账号发一个 重置密码的邮件 然后呢我们的Python也会通过pop3来收到邮件 然后呢来帮你重置了 啊就是说其实其实应该这么说就是呃 现在这些自动化的东西 特别是像那些恰恰GPT那些东西 其实现在给你提供了很多EPI 应该说未来可能呃有很多很多的EPI 那这个时候呢呃我我我这么说吧就是说 那么以前时代我们获取知识 那很有可能就是说我们人去获取知识 人去访问网站看天气 人去访问一些东西去了解一些技术 以前都是人去访问网站人去获取知识 对吧那么呃那也就是说呢以前的这些都是给你提供的是一些网页啊 或者说一些反而或者说一些命令行的接口 对吧传统的世界应该都是这样的 但是呢可能未来呢更多的是 他当然还是提供人类的一些入口 就是说图讯化见面这些东西 但是你会发现很多像百度啊像谷歌 其实都给你提供API 都给你提供API 其实加在GPT呢呃这个也会给你提供一个API 现在会提供API给你 那这个时候就有个好处就是说未来就是以前 我们我们人是通过呃 人自己登录到这些网站 然后呢通过我们鼠标啊眼睛啊 去去操作的 但是未来呢很有可能就说 你你要更多的自动化 让你干就是让你更就是说 然后呢你完全可以通过API去通过呃 去去去获取一些百度的或者说谷歌的一些资源 然后呢再把它得到的东西 然后自动化的再交给其他GPT 然后呢用其他GPT呢再帮你做一些工作 就说呢未来很有可能你要做工作的话 也是需要来调用各种各样的API 那么你就需要学到Python 如何去跟那些API进行沟通 来实现一个自动化 好吧 可能未来更多的不是你去访问他 你用网页和鼠标 很有可能未来你要跟这些东西 沟通的话更多的可能是通过自动化的手段 用Python的调用API来实现的 好吧 好还有一个再再看一下倒数第二个 我们还这是这是我第二门课啊 LDAP就是控制域 我相信各位应该域还是用的很多的吧 像我们呃应该说各位的 如果说李子前一堂的这个学员 那基本上你没有账号的吧 那个账号你只要我们内部系统都有账号 那个账号其实就是位于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个 呃域里面一个陪我很多年的一个windows 2008的域里面 那么其实在商务给你们开账号的时候 我们拍上机会去确认你的合同 然后呢确认完合同没有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他会在域里面给你开一个账号 然后呢还会在云端的大黄蜂那边给你开个账号 然后呢再通过邮件发给你啊 告诉你这个新的账号已经给你做好了 好吧 LDAP呢就是我们可以操作域 可以操纵域好吧 好 呃然后呢最后呢就流量分析 就是说 就跟沃尔沙克一样 沃尔沙克呢当然我们就是 嗯 人类自己去分析的 对吧人类去去看沃尔沙克的 但你要知道沃尔沙克的东西 如果说量特别大的话 人类分析起来也很很有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用 可以用一些拍上的工具 然后能够帮你来去读取一些PCAP的文件 然后呢来帮你去做一些啊 这个这些这流量分析啊 特性分析都是可以帮你实现的 好吧 这个也是那这叫做经典自动化 就是传统世界 我们用拍上来模拟人去啊 模拟人来做一些自动化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拍上可以去第一个 我们可以构建一些各种各样的包 来做一些攻击 做一些扫描 做一些压力测试 我们可以通过拍上通过smp去采集 cpu和内存的相应的利用率 然后呢可以可以来啊 syslog我们可以分析syslog 好吧 我们可以tel和sys在网络设备上面去 然后呢去做一些命连行的操作 OK 通过ftpsm sftp传文件 通过smtfile件 proposan所有件 lw来操纵域 还有做一些流量分析 都是可以实现的 这是我们的这一个课 其实应该这么说 在中国现在 还是属于比较自动化这一块 还算是比较落后的 还是属于比较落后的状态 那么我觉得这门课 其实就能解决在工作当中的很多的问题 因为现在你自己想想 你接触到的网络设备 他们有API吗 可能没有吧 好吧 大部分中国的应该没有吧 应该没有是吧 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就需要去学习这门课 来通过这些东西来采集一些 网络 一根ssh来去配啊 通过smpcslog 来采集一些指标和日子分析啊 可能这门课应该算是一个 非常 至少在中国而言非常重要的一门课 好吧 好这是一个啊 我来介绍一下 一会我再给你 读完了这个之后 我把课说完了之后 我再从这几个方面来给大家梳理一下 解锁啊 好 然后呢第一门课 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第二个是一个比较新的课程 应该是上一轮课才加入的 好 呃应该说呢 刚才那个课呢 算是比较传统的 传统网络啊 传统的协议 都是一些嗯 应该说在中国也算是比较实用的技术 好吧 然后呢这个let devops这个课呢 就比较的 呃新潮一些 呃就是真的是完全按照基础架架工程师 我说的那个那个标准来设计的这门课 呃把我这几年研究的一些新技术都严都放到了这儿 基本上呢就是说那基本上都是一些新的设备 或者云端的设备啊至少应该有API的 至少有API的 我简单说一下什么呀API可能现在很多设备啊 呃都应该有这个都开放了REST的API 什么叫API呢 像是这样的啊 就说传统网络设备没有API 就是SSH 命令行 或者说图形化界面 来点击 那有时候呢他们认为 那么操作这个网络设备都是人类 啊就是人工具操作的 对吧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呢可能就更加面向自动化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认为可能 操作网络设备的不一定是人类 可能是一些脚本 一些自动化的一些脚本 OK 所以现在很多网络设备都慢慢的提供了API 对吧 大家现在你们觉得你们接触过这种有API的网络设备吗 在国内 好像现在很多国内的产品也算有吧 差不多吧也算有是吧 但是我觉得国内有些API特别缺德 首先 嗯 他的假API 还有一个 这个API呢 他会以一种额外的功能来进行收费 我不知道 对我说明了点 你们接触的网络设备的API有没有 然后呢 他们收不收费 你们了解过吗 很多很多网络设备的API就是假的 我可以这么说吧 就包包包包包包含时刻在内吧 包含时刻在内啊 啊 基本上假API的可能性有百分之七八十 然后呢 而且很缺德的有些国产厂商居然会拿API来收钱 这个更启人 啊就是拿API收钱我我特别受不了好吧 单独要收钱我这这这我也对了 我先说一下什么要假API啊 什么要假API 我先跟你说一下什么要假API 嗯 基本上有些API就API first API优先的 那种基本上就是真API 什么要假API是这样啊 就说本来我是一个网络设备 呃 然后呢 本来我也就是命令行啊 图书画见面啊 这个这个我我过得挺好的 然后现在呢 这个市面上呢 又流行说哎 怎么要玩自动化了对吧 好像哎我又没有 那那好像我就就就就就就就掉价了 那这个时候呢 所以说我就给你提供一个API的功劳 但其实呢 虽然说你掉我API 但是呢最终它会把API 你对API的一些请求转换到传统命令行 然后打到网络设备上面去 我告诉你啊 那那那那很多都是这么假的 好吧 就说虽然说是API 但其实呢是转换到命令行的东西 然后打到网络设备上面去的 这个这个特别多 好吧 这种API就特别假 而且这种API呢往往不完整 就说呢 不是所有的功能都能API可以操作的 这就是假API 好吧 什么叫 什么叫做真API呢 叫做 有说法就是API first API优先 或者叫原生API 那么这是什么呢 比如说经典的像AWS就是经典的功能云 就是原生API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这个整个的功能云 就是按照这个API来设计的 就是按照API来这么正常的进行一个设计的 好吧 那么本来呢就是用API来调用来操作这个功能云的 本来就是拿API的 就是本来就是拿自动化来做的 好吧 只是说呢 人类呢有点受不了 人类有点受不了 就觉得哇怎么会怎么会只用代码呢 我怎么能只用代码呢 为什么没有人类入口呢 为什么我们人类就喜欢图形化见面呢 我们人类就选命令行啊 你为什么不够提用一个呢 好 那么可能AWS就说那那行吧 你们这个也没辙人类我也我也得伺候 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给你做一些图形化见面 但是呢你在图形化见面点的 你在命令行里面敲的 最终都会转换到API来做一个操作 这个就叫做原生API 或者API first 好吧 OK 所以你先了解一下 就是什么叫做原生API 完全是不一样的 好吧 就像前段时间 有一个哥们在那抱怨我讲的AWS 我AWS基本上都用代码来做 我现在AWS基本上用代码来讲 好吧 大部分都拿代码自动化来做 有些人说 有一个抱怨说 做AWS根本就不适合 不适合普通人 用AWS都是用代码来操作的 我觉得现在真的你如果说正经在玩AWS的 就没有不玩代码的 好吧 都是要么你玩着命令行也行 你玩着代码也行 而且甚至不夸张说 如果你看过AWS的书 你可以看看AWS所有的教材 你看有谁讲图群化见面的吗 没有 都是要么命令行要么代码 不太讲图群化见面的 因为图群化见面没法讲 因为图群化见面 AWS一连换个三四版的 AWS一连换三四版的格式 实在是涨得崩溃 但是他的命令行和代码是稳定的 好吧 好 那么第一个我会介绍一些 我会介绍一些这个API技术 我会讲什么叫REST API 我更多的可能会讲一些概念 会讲REST API的概念 然后我们会讲 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个API 我们会用这个 我们会讲这个FAST API 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个API出来 就是不一定要用别人的 我们自己可以开发一个 我们不仅会讲自己开发一个API 而且我们也会讲如何去调用API 就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如何调用API 第三个部分就是介绍一下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API 好吧 做自己的API很正常 我给你解释一下 就像我公司内部有个内部系统 然后如果说我记得路路交换的 或者就叫EI的李伟达老师 他们也想对一些学员进行一些服务 他想调用我的数据库的一些资源 李伟达他们要调用我的数据库 这个时候我也不能直接让他读我的数据库 这个时候我专门给他开放一个API 然后让其他方向的老师 可以调用API来查一些我数据库里面的东西 所以自己开放一个API就可以做 然后我们会调用 如何调用别人的API 然后我会举一些API的案例 我会讲一些调用思科网络设备的一些案例 来给他进行一些测试 好吧 还有一个我们会介绍网络爬虫 网络爬虫是这样的 就是什么叫网络爬虫 就是说有些设备 如果说有些传统设备 它只是图形化界面 图形化界面 图形化界面 那么为什么我们去爬虫 来到跟黑客有关系吗 其实不是 就是说你要去伺候这些传统的网络设备 传统网络就点鼠标 点传统网络设备 这个时候爬虫 爬虫什么意思呢 爬虫这个技术能够读懂网页的内容 你必须要读懂网络的内容 你点一个东西 你肯定要知道点了之后 它回点啥 对吧 然后你又点一个东西 然后你要去读懂 它又回了啥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学网络爬虫 才能够去能够理解 你做的操作之后的一个响应 好吧 所以说我们会介绍爬虫技术 然后来做一些传统的 这种基于图形化界面的这种自动化 爬虫技术 好吧 那是第一部分 然后第二个就是SDK 应该说API还是非常的底层的 虽然说 我想说有些网络厂商觉得自己提供一个API 就流逼爆了 这流逼爆了 我们有API的设备可高科技 但是你要知道API其实是一个非常底层的东西 那么你要玩撞API其实不太容易 你要了解什么是HTTP 你要了解如何去发起一个HTTP的请求 你要知道HTTP的认证方式 你要知道HTTP可能有这个 有那个basic认证 可能还有表单认证 你还要了解HTTP有个cookie这个概念 对吧 你要了解很多基础知识 才能够玩撞API 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对吧 那么所以说更负责任的厂商 可能就是说 那么你们开发这些自动化 你们不用管细极 你们好好把自动化开发好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做一些更加高级的封装 就说我给你一个专门给你开发好的 比如说像AWS BOTO3这种SDK 基本上你把你的账号一填 然后你就好好的去开发你的自动化的相应的脚本就可以了 你不用去关心什么是HTTP 你不用去关心HTTP的链接 你也不用关心怎么认证 你就它会封装高级封装 那这样的话它会开发起来会更加容易一些 更加容易更加方便 那这就是SDK 好吧 就了解一下 我们会介绍一下什么叫做API的高级封装 SDK 不是每一个厂商都有的 好吧 网络厂商的一般都不太容易有 好吧 比如说我会讲AWS的BOTO3 我会讲VSphere的一个SDK 如何来为 就是我说过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些都是 开趋利机呀 做坏照啊 换网卡呀 这些操作其实都是拿Python来做的 好吧 那么 VNWL有专门的SDK AWS就别提了 AWS BOTO3是全套SDK 可以对AWS所有资源金操作 好 说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来聊聊Let Conf RestConf这两个比较倒霉的玩意儿啊 这两个东西呢 可以认为是网络设备的API协议 可以这么理解 好吧 注意啊上面这个RestAPI 那是私有的 基本上就是厂商他们自己的 Let Conf RestConf呢是个工有的 这么说吧 这是我们网络界它就有这个病 网络界的病呢 就是总需要工有协议 网络界的病就是需要工有协议 原因很简单就是 从这个角度里了解一点啊 为什么网络都需要工有协议呢 因为其实网络没有任何一家是独大的 没毛病吧 那这个世界上拥有各种各样的厂商 拥有各种各样的产品 那这个时候呢 要让这些网络产品能够互相的通讯 我们一定需要工有协议 这没毛病吧 是吧 为什么我们网络有这个病 总是工有协议 老实一说就是什么 什么IETF IEEE 对吧 RFC 就这个 那为什么呢 就是网络就有这个病 就选用工有协议 因为这个世界上拥有各种各样的产品 他们需要彼此的联动 有各种厂商 有各种类型 对吧 网络不就这个病吗 是吧 所以说顺便聊点其他的兔耳潮 就是说你要学网络 像你看现在 你看我讲的CCNA这个东西 你要讲网络 一定要把所有东西都兼容进来 你应该考虑 你要做一些实验 应该考虑可能很多的厂商的东西 或者说你的网络里面应该加点防火墙 加点VPN 加点应用交付 这些东西 整体来说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网络 对吧 不要总是某一个厂商 好吧 不要总是路由器 不要总是交换机 那东西那东西那东西就逗里玩的 好吧 那东西真的没有多大个用 好吧 网络就有这个病 为什么有这个病 就是因为网络存在各种各样的厂商 各种各样的产品 他才会有这个病 如果说像AWS 你要玩AWS 就我们用加我们家AWS 对吧 我们不兼容其他的AWS就是我们家的 所以像AWS公有云 这些他们就自己的REST API 就我兼容 我兼容谁呢 我自己产品 我们家自己兼容自己 好吧 网络才会有这个病 网络就是有公有协议这个病 所以说呢 就有LET COMF REST COMF 你可以认为是我们网络界的一个标准协议 一个API协议 我们可以通过LET COMF REST COMF来 操纵我们的网设备 好吧 OK 好 可以理解啊 就是说 通过这个了解就是网络的病 也顺便聊聊我们你要学网络 那至少应该从多方面去 就是我真的觉得你们网络里面 经常会觉得 你看我设计的网络里面 往往会有DNS啊 HTTP服务器啊 有Internet啊 有LET啊 对吧 有交换 有路由啊 有防火墙 有VPN 有应用交付 负载均衡 对吧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网络 如果说你学 你到现在 如果说你到现在学习的 你自己 你反思一下自己 我相信现在可能有些新手 现在听我的课 你反思一下自己 你现在是不是还在学某一个厂商 甚至只在学交换 或者说只在学路由 你们觉得呢 你们可以打打打打一个一来说一下 是不是你现在就这种状态 我讲那个 没有任何时 没有太多时机 好吧 并没有太多时机 好吧 这时候我也会讲 这些公有的这些 API的协议啊 好 那物联网 我们说一下物联网 我说到这里啊 就是 今天就是我梳理的就是 这个inbox动画啊 所以今天其实我用这个PPT 就是所谓的这个inbox inbox动画 inbox动画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嗯 我经常说啊 就是思科的录录器 叫做智能录录录器 其他厂商录录录器呢 应该叫做老年机录录录器 为什么这么说 我说一下 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什么叫做智能机 什么叫做我们的智能手机啊 什么叫做我们的智能手机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是应用市场 是吧 就说这个手机 它除了一些手机的基本工作以外 那么应该能够装各种各样的APP进去 是吧 这叫智能机 什么叫老年机 老年机的就说那那手机就是手机嘛 打电话嘛 短信嘛 然后就没了嘛 这叫老年机 没毛病吧 什么叫智能机 就是可以装各种各样的APP 你的录录器能装APP吗 你见过的录录器能装APP吗 我告诉你 思科的录录器就可以装APP 可以自己随便装APP 为什么呢 因为思科录录器 底层是Linux 然后呢 它底层Linux是开放的 它底层Linux是开放的 然后呢 Linux里面呢 可以玩python 你可以在录录器里面 它有Linux Linux有python 好吧 比如说它的EEM 就可以基于某种事件 某一种事件 比如说接口下档了 OSP off档了 或者SOA的 测试的链路档了 然后触发一个python脚本 来做一些自动化 这个没问题 甚至还能够什么呢 甚至能够是实现那个物联网APP 什么意思啊 做到物联网 物联网一个最讨厌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网关 特别讨厌 是吧 物联网是不是特别讨厌网关的呢 老是需要一个网关 然后通过网关 然后收集这些数据 然后跟云端进行通讯 是吧 那好 网关这玩意特别烦人 是吧 然后呢 时刻的录录器就能实现什么效果呢 你可以自己开发你的APP 网关APP 或者物联网APP 然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APP 直接以容器的形式 直接灌到我们的网络录物器里面去 我们的录物器可以当一个服务器存在 我的录物器既是录物器 它也是一个服务器 你可以装各种各样的APP在里面 可以为你的物联网 或者说其他的应用来提供服务 可以讲吧 甚至时刻现在还有一个专门的 他的这个物联网的APP的应用市场 还有自己他的应用市场 还能够装各种APP进去 好吧 OK 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在网络技术这一块 国内的产品跟国外的差距是比较大的 好吧 真的是比较大 你感受一下这个东西 就你会觉得就就 差距会非常的大 好吧 我好 咱们咱们这么说 咱们不说就不比是谁 你从几个角度来分析一下 我简单跟你说一下 虽然说有些人说可能时刻在中国 你可能可能没有太多人用 是吧 就确实现在国家的政策 但你想一点 你要学技术 你需要就是刚才我说的 你需要更加复杂的环境 这个没有没有问题吧 是吧 你需要一个 你需要搭建一个更加复杂的环境 然后在一个更加复杂的环境 里面来学习 来做过哪样的东西 首先 似乎也只有思科 能够拥有 能够用思科的产品来 来搭起一个比较复杂的各种各样的环境 我们这个环境里面不一定有思科 可能还有其他厂商 对吧 而且也只有思科 能够轻松的让你 也不能说思科 是国外产品 好吧 咱们统一归为国外产品 只有国外产品 才能够比较好的 让你能够得到授权 不夸张的说 就是你能够很轻松的去 玩各种各样的国外的产品 对吧 授权上基本上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很容易搞定他们的授权 然后可以 可以在一个比较复杂的环境下 来做更多的实验 国内可以吗 你别跟我吹牛逼 根本不可以 好吧 你要我 你说你要玩一个国内 国内厂商的负载充器 你要玩一个国内厂商的sd1 你不是郑振飞的旅序理论玩了吗 哈哈哈哈 真的啊 你真玩不了 好吧 咱们不说其他的 咱们就是学习 咱们不说国 咱们不说国外的技术高 好吧 有些人比是别人 别人 别人 有些人 我也不说 你国内技术差 我也不说国外的技术高 咱们不比这个技术 好吧 我们不比这个技术 咱们只比 我们只比好 是不是更容易学习 咱们就在这边 就是我不比谁技术高 技术低的 咱们不管那个 好吧 就是你要学一个技术 你是不是得网络技术 你是不是应该有这个玩意儿 你能够玩它 你能够盘它 然后你能够把各个东西弄进来 你能耍它 是不是 咱们没有毛病 我这个说法有毛病 没有毛病吧 你要学技术 是不是应该要自己 有机会不断的去盘它 不断去玩它 不断的跟各种各样的厂商的设备去弄它 你国内可以吗 咱们就说学习 咱们不说谁技术高 好吧 咱们就说学习 你可以吗 不可以 你相信我 你真的不可以 我去 那国内的产品的授权 那是你搞得到的吗 那没有 没有认真非履屈的关系 你能搞得到吗 是吧 随时就要想到这一点 你这就根本就学不了 你别说你 你别说你想学国内介绍 我他妈学不了你知道吗 你能弄吗 我再跟你说 我就说这个东西有办法弄吗 就是我想学 咱们不说国内差 咱们就国内流逼 国外就是垃圾 行不行 好吧 那流逼我学 我想学 我有欲望 我想学到他 我想弄个东西 我盘盘他 我想研究他 我深处理解他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你相信我真的不可以 哈哈哈 真的不可以 模拟器也就应该是屁 今天群里面又说了什么的 那个装重装了就就不好死 一路崩了 你别这应该是屁了 那根本他妈就是逗里玩的一个东西啊 那你学学个鬼 好吧 所以说你了解 要学技术 你至少都我我我我我得盘他 我得弄他 没没毛病吧 是吧 我得盘他 我得弄他 这叫学习是吗 我我说的也没有问题吧 咱们没有没有我没有彼时任何人的意思 我这个 从我学习上我盘他 我弄他可不可以 应该吧 你盘得了吗 但是呢 不管怎么地啊 咱们不管说国外怎么的 我咱们也不说国外有牛逼 但是国外你想学东西 没问题 很容易能搞到东西 你能盘他 你能弄他 你能去理解他 他跟他有很多的文档 他有谷歌 他更好的搜索 至少你靠 你要任何东西 你可以学啊 你可以学 真正学的东西是吧 这个我我又没有说到点子啊 哈哈哈哈 好 这就是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这个 可以安装APP 我说说呢 我认为这个这个斯科设备 是一个智能机 没毛病吧 其他是老年机 我说的不过分吧 没毛病吧 啊 还有一个JTP就说零接触上线 就是完全可以开机 就自动把所有东西都刷完 你会儿可以感受一下效果啊 呃这个真相的语言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很多人是这么回事 就是很多人要做一些自动化 那么很多人对对对数据库 其实有点有点有点抵触啊 真的对数据库他有点抵触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数据库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 Netbox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数据库 它是个图形化界面的 你可以你可以认为Netbox算的上是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数据中心的一个笔记工具 你可以用它来做各种各样的笔记 然后你自动化工具呢 可以从那儿读数据 然后呢来实现一些自动化 好 下面就是基础加工基代码啊 基础加工基代码啊 好 我来简单给你说一下基础加工基代码啊 那 呃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 呃你可以认为 AWS上面就很好能够实现 它能够对所有的 它能够对整个AWS资源进行一个代码化 你可以你可以简单认为 可以把AWS上的整个数据中心 都给做成一个代码啊 我给大家简单演示几个 看几个啊 看几个啊 比如说应该是去年我讲的AWS高级网络 那么你要做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大拓谱出来 你看一下啊 我就打这个代码 就是把整个数据中心包含网络 包含安全 包含服务器 你看包含VPN 包含路由 这是服务器 包含DNS 包含防火墙 看到了吗 所有的一切都会成为一个代码 那么可以实现什么效果 整个数据中心集代码 整个数据中心 整个基础架构集代码 那就是说经常说的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 就是说像国外的话 比如说他们的那么四天工作制 四天工作制 四天工作制 好我们下班了 那这个就三天放假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AWS云端的所有资源全部干掉 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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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分钱也不给AWS我全部干掉 我走了 我们下班了我们都不上班 我们这三天完全不上班 全部撤撤走不要了 好 然后呢 你到了周一要上班了 你九点钟上班 对吧 提前半个小时 把代码打到AWS门去 他能把整个基础架构给拉回来 好吧 把整个基础架构给拉回来 然后你可以上班了 包含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 包含网络 包含 包含防火墙 包含负载转型器 包含服务器 基础架构都没问题 再说边基础架构没有什么 数据库不在这个范围 数据库永远都要在 好吧 还有代码就是程序的代码 需要在 其余的均可以 几代码 你可以用它 直接把一个完整的数据中心 拉起来 好吧 这个CICD呢 就是持续的 这完全 这完全是一个开发的一个概念 叫持续的整合 持续的 持续的整合 和持续的部署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说的更简单点 就是说 先要测试 先测试 什么叫整合 就是说 从开发角度上来讲 就是说 有原来代码 我有新的代码 我要把代码整合到原来代码里面去 然后拿来测试 这个代码在整合这个新的代码之后 有没有问题 是吧 好 那么对于我们网络而言也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有新的配置 要整合到原来的配置里面去 当然 现在都是代码 全是代码 就是整个网络都是代码的 然后整合进去 然后我们应该整合 然后进行一些测试 来确认一下我们的代码 我们新的一板配置 我们的网络新的一板配置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紧接着 在做一代码审核测试了之后 CD就持续的部署 然后我们就会自动的 自动的能够去打到网络上面去 而且能够实现 刚才哥们说的 非常好的版本控制 就说 如果说这一板有问题 我们可以回滚到上一板的配置 然后再把环境再恢复到上一板的结果 完全是这种代码开发级别的开发这种东西 后面我们也可以 明天我有机会给大家展示一下 今天可能做不到这点了 好 这就是我们的 Let it DevOps 这个课程 好吧 我们就先讲到这 这样我休息10分钟 切10分钟 然后我让我们的商务老师上来再聊点其他的 好吧 看看如果你们感兴趣可以跟大家聊聊 我切10分钟 我去做 我做点否删 好 10分钟回来回来 我继续把我的再继续讲我的课 然后会给大家讲一些实际的案例 好吧